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来看这一题等腰三角形的应用 三角形ABC是等腰三角形 角A是40度 其中线段BD会等于EC 线段BE会等于CF 那么我们要求角EFD是多少 有已知的条件三角形ABC是等腰三角形 两底角会相同 怎么算呢?180-40除以2 我们可算出角B跟角C都是70度 接下来我们假设角BED是X 因为三角形三内角是180度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角BD是110-S 再来根据SAS全整性值 我们可以知道三角形DBE会全等于三角形ECF 我们来看一看全等的条件 首先第一个DB会等于EC 第二个角B会等于角C 第三个B1会等于CF 所以根据SAS全等性值呢 可以得到三角形DBE会全等于三角形ECF 两个三角形全等之后呢 对应角CF会相等 那么所以角FEC会跟角BDE相同 都是110-S 那么这个角为什么是70度呢? 那么这三个角加起来要180 180扣掉S 扣掉110-S 就可以得到角DEF是70度 那么根据刚刚的这两个三角形全等 所以对应边等长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线段D1会等于线段EF 所以它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两底角相同 底角怎么算? 180扣70 110除以2 两个角都是55度 也就是角EFD是55度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韩着 进入未经许期间